邋遢的男人 萌萌老师 男人也太邋遢了吧 衣服鞋子总是不换 你这是什么话呀 男人之所以衣服一穿就是很多年 鞋子不穿烂就不换 并不是因为他们邋遢 而是因为他需要养家糊口 很多男人穿着廉价的衣服 过着憋屈的生活 睁开眼睛就是年迈的父母 闭上眼睛就是孩子的教育 上要养老下要教育 中间加着嫌他赚钱少的老婆 你说他哪有闲钱 去给自己添新衣呢 不对吧 男人居然再回钱 也有钱买酒喝 你不懂 这可是男人最后的精神寄托了 他喝的并不是酒 他喝的是无人诉说的压力与痛苦 他喝的是无人理解的孤独和寂寞 因为他知道 只有喝醉了才不会那么难受 可是即便是这样 他也从来不舍得花钱 给自己买瓶好酒喝喝 所以以后还是多体谅一下男人吧 还不够体谅他们嘛 天天给他们洗衣做饭吃的喝的用的 也都是最好的给他们 其实啊 男人在意的并不是这些 很多时候啊 压垮他们的不是身体上的劳累 也不是家庭的压力 而是辛苦了一天回到家后 却没有一个好脸色 要知道啊 精神上的陪伴是远大于物质上的给予的 这些男人真麻烦 那怎么做才能算是精神上的陪伴呢 这个事简单 他想喝酒 你就给他炒俩菜 陪他喝一杯 再听他说回话 他不舍得花大价钱去买酒 那你就要学会花小钱办大事 也别担心办不好 还得是萌萌老师会体贴人啊 男人嘛 不都是受了苦硬撑 受累了不吭 要我说呀 既然知道了花小钱办大事的方法 以后就别再受委屈